这个笑话是这样子 有一个人 他患有 口疾的毛病 口疾的毛病 他在 沙漠里面 快要饿死 突然之间 他的脚 踢到 那个神灯 踢到神灯 结果神灯里面的主人 就出现 以前叫做金女 神灯的主人就讲 我可以实现 你一个眼望 那你就赶快说吧 这个人回答 我 因为他口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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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 要 老 老 老婆 神灯立刻就变出一个美女 给她 然后不屑的说 已经都快饿死了 还那么贪射 实在可悲 说完这个神灯 的主人就消失 这个人回 这个人 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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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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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搏 这个笑话 也有一个启示 其实是很简单 我们每一次 这个听话 或者讲话 或者听法 我们必须要很完整 完整 完整的听法 你看我们修行 不能够断章起义 先修 知良道 再修 夹行道 再来是见道 见道 再来才是修道 最后就变成 究竟道 得到的究竟 从基础开始 一直到 究竟道 那我们在密教里面 要先释迦行 上师相应 然后修本尊法 再来修内法 再无上密 在最后是大严满 那么也就是 一个关节 一个关节 你不能只听了 无上密 你就修无上密 这笑话的意思说 学法 也要有次第 先升起次第 最后再 研满次第 不能够 跳极 除非 除非 你上辈子 有修 你上辈子 也有修行 你是立根器 立根器 就是你的根器 非常的立 才能够 有大的成就 一般人 只能够按照 次第 去修行 而不能 断 脏 起 不能够 这样子 要不跟他 不等 似乎 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